民众党总统参选人柯文哲连日全台爬爬走 不过民众党干部也频频被掀出黑历史 现场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台北市党部松山区的主任 也是我们重心璀璨的会长 我是郑宏 挑大梁主持柯文哲北区姐妹之友会 他就是台北市党部松山区主任王郑宏 被爆出去年为了选里长 竟然找来十名好友当幽灵人口 将户籍签选区以便投票给他 最后以三百多票差距落败 还遭到检调调查 最后被以妨害投票罪 处以尺夺公权两年 会影响到党的部分 就是声誉或是名誉的话 在我们情世的步伐 我们就会去离台这样 有做不好的地方 那我们也去出心去检讨 不过他依然很活跃 包含在八月二十九号 台北市计程车工会普渡餐会 他也亲自在会场门口 迎接柯文哲 还一路都紧紧跟在柯文哲身边 帮他开道 如今王正宏被爆出 尺夺公权判决 也让外界对于柯文哲自诩 民众党是白色力量 新政治打上问号